为什么很多男的到了中年突然开始炒股 因为这是他们对生活最后的挣扎 人到中年 上有老 下有小 面对财务压力越来越大 很难再变赛道 很多人就会找个副业添加收入 而对于炒股这种点点鼠标就能赚钱的事 吸引实在太大了 很多中年人 希望通过炒股对抗中年危机 寻求社会地位的提升 实现为能在职业生涯中完全展现的报复 本质上一种心理危机 只不过这个危机成本很高 股票交易也是遵循二把法则的 大多数新手都忽略了风险 只想着怎么赚钱 普通人很难通过炒股持续盈利 赚钱只是运气罢了 最终还是会凭实力亏回去 你想成为赚钱的少数人 就要让自己变得专业 变得不普通 否则不如专业的事的交给专业的人 顶级交易者与普通交易者的区别就在 普通交易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顶级交易者做正确的事 理解到股市盈利的核心向内求 而不是向外求 一致性执行自己的交易系统 耐心专注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这个时候 你不再每天沉迷于股票的波动 而是将更多时间用于生活 学习和思考 你不再预测市场 而是跟随市场 你知道走势为我 你的观点在走势面前一文不值 错了就止损 对了就失用 如此简单 内心的平静和稳定 投机如山越一样古老 华尔街没有新鲜事 说的就是人性有不变 投机世界里的交易原理早就确定 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并且执行 不需要我们去创新 包括我自己在内 大多数人在刚做交易时 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找到别人发现不了的交易胜利 走了几年弯路 最终才会发现自己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顿我出来的东西 其实前人早就总结过 只是当初你的认知水平低 看不懂而已 股票 期货 乱回交易赚钱的根本路径是 建立一套正向收益预期的交易系统 并且一致性执行 将我为你免费送你操盘100条 稳定获利交易经验 感谢观看